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不知道我观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大家对于这句话所传达的价值观有什么看法呢 有些人觉得很实在 认为这种思维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率的处理任务 或者达成不同阶段的人生目标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觉得凡是太积极冲过了头 结果往往必大于力 那阿瑞我怎么看呢 我的答案放在今天影片的结尾 因为这支影片的主角恰恰是一个以不择手段达成目的 进而名流轻使的奇人 司马迁认为他在军事上的才华 与孙子兵法作者孙武齐民 同时又长于政务能够替政府规划改革 让国家脱胎换骨 让我们欢迎文武全才的一代名将 武齐 武齐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魏国 这里靠近三国时期的远州一带 虽然国土不大 却是从周武王时期就一路传下来的老字号诸侯国 这也意味着城市开发较早 商业活动热络 春秋战国出生于这里的名人 有像是吕不韦 商鞅 子贡 荆轲等人 而我们主角武齐他家在魏国是好人 号称是千金之家 由于史书上并没有特别提到他家致富的管道 我姑且推测父母那一辈有可能是个小商人 然而武齐对于继承家业没多大兴趣 他从年轻时就喜欢兵法 而且肯旺当官 甚至为此散尽家财想要求个一官半职 很可惜的最后并没有如愿 他的这些行为被邻居知道了 很多人就笑他啦 什么不吃鸣啊 普通共的不听话都骂出来了 武齐是个爱恨分明的人啊 直接带着兵器去找那些嘲讽他的乡民 一个手起刀落手起刀落 连杀了三十几个人 然后呢发现自己住下大错 连忙赶回家中哦 收拾行李准备逃亡 武齐的母亲啊也知道儿子这种个性哦 留在家里呢恐怕是管不动他了 只得含着眼泪送他最后一程 两人走到城东正打算离情依依告别时 武齐突然当着妈妈的面 卷起袖子张开嘴对嘴的手臂 咔嚓咬一口 他嘴角带着鲜血咬牙切齿说啊 孩儿若没有当到公亲国相 绝对不再踏入魏国一步 话说完呢就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开 前途茫茫的武齐该走向何方呢 这里哦也看出他是个聪明人 他选择了当时呢 朱子百家中就业率名列前茅的儒家作为进修管道 拜了孔门弟子曾生的儿子曾生为师 哎没错这对父子名字呢念起来很像 我们小时候啊读过曾子杀朱的故事 我也不确定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儿子杀的 好啦如果照这个规划走下去哦 武齐也许有机会 能在学成毕业后 透过老师啊学长姐的人脉介绍 找到一些不错的职缺 但坏就坏在哦 他念书念到一半 家乡传来噩耗 胡妈妈过世了 同学就问他 诶武齐啊 你什么时候要请桑架回家啊 大家都有听说孔子很重视礼法 父母亲桑礼的举办哦 更是马虎不得 规模大小倒是其次 如何展现儿女的心意呢非常重要 武齐身为孔门再传弟子 这时候他该怎么做呢 他回答哦 我发过誓啊 只要我还没有功成名就的一天 绝对不会回家 哇哈 这话传到他老师耳中哦 那是风云变色 你你你滚 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学生啊 曾生呢直接发了三大过退学处分 武齐呢只得摸摸鼻子 黯然离开 被逐出师门后啊 武齐心想呢自己在儒家文化圈算是黑掉了 不如改往其他领域发展 于是他来到了鲁国 在此学习兵法 打算呢争取领兵打仗的机会 没想到啊机会还真的来敲门 公元前五世纪末 鲁国遭到齐国攻击 当时的国君呢鲁木公正好需要一个能够抵抗强敌的大将 他听说了武齐热爱钻研兵法 也不排斥哦让他带兵出征 答案是呢 独独啊内心有个门槛过不去 木公呢对左右亲信表示 武齐的老婆好像是齐国人啊 他会不会打仗到一半就直接带老婆回娘家啦 这话传到武齐耳中哦 他沉默了片刻 拿起兵器去找老婆 竟然又是一个手起刀落把妻子给杀了 借此呢向国君表明决心 绝对不用担心啊 我会倒戈齐国 鲁木公看到这情形啊 心里不知道是做何感想 真的是派他也不对 不派他也不对哦 是我的话啦 可能会先抓出那个把对话记录外流的人 为什么要让武齐知道我们怀疑他老婆啦 但悲剧啊既然都已经发生哦 现在检讨呢也无济于事 武齐仍旧被提拔为将军 而且哦 初登板就拿下一场圣兆 顺利击退了齐国 胜利的喜悦呢 让鲁木公暂时忘记心里的烦恼 然而呢国君周围的臣子 却对武齐颇有为辞 究竟是他们道德感太高 还是因为担心这人哦 可能会威胁自己地位呢 我觉得哦 两种动机可以并存 他们表示啊 这口武齐啊年轻时一言不合 就杀了三十几个人 老妈过世还不回去奔丧 甚至为了当官连妻子都可以杀 主公啊 难道不担心你变成下一个受害者吗 鲁木公听完呢 越想越不对劲 最后啊决定免去了武齐的官职 原本以为自己要事业起飞的武齐 突然间丢了工作心中的不平衡 可想而知啊 他一咬牙一跺脚 把眼光往西边邻居看 锁定了刚刚经历过三家分镜的年轻国家 魏国作为下一个落脚之处 武齐看上魏国啊 就跟他最初进入儒家系统求学一样 都是聪明而且成功几率高的选择 晋国呢原本家大业大 你可以想象成一间传统大型企业 韩兆魏三家分镜呢 则是从他们原有的公司中 分离出三个事业群自立门户 魏国分道的呢 可说是中原核心地带 就是现在的天龙国蛋黄区啦 然而呢 这里虽然经济发展好人口数量多 却必须有面对四面八方都有邻居接壤 而且缺乏地形屏障的防御劣势 如何运用公司的优势 化危机为转机呢 这考验着魏国首任执行长魏文侯 的决断力 他启用了法家宗师李亏主导政策改革 让国家体质渐渐强健起来 而吴启呢 就是收到魏国大举真才的消息 果断送出了自己的履历 不得不说 这时候的吴启呢 和当初啊 他被老师增生赶走时不一样 有了帮魏国击退齐军的案例佐证 让魏文侯眼睛为之一亮 连忙问李亏 诶诶诶 这个吴启是怎样的人啊 李亏呢笑笑回答 他贪图公民又好色啊 答案是 打起仗来 就算是司马狼居也未必是对手 这里呢要做一个补充哦 司马狼居是谁啊 他是距离吴启年代大约一百年前 骑警公手下的大司马 有常盛将军美称的田狼居 后来的人们呢则习惯哦 把他的官职放在名字前面称呼 而他与吴启除了军事才华外 还有个共通点 就是呢 他们出来当官前的身家背景 都不算太好 靠据当时齐国国相燕子的话说 田狼居啊是田氏树孽 妈妈是小老婆 过去呢也没有显赫军功 是国军哦 亲自面世后破格提拔的将军 魏文侯听完李亏说书举的这个例子后啊 直接一个心领神会 好那我也来破格提拔吴启吧 直接任命他为将军不说 还赋予他进攻西边强敌秦国的任务 而吴启呢才刚到新公司 就受到大老板如此信赖 也是拼了命的想要表现啊 拿出他的私房秘技训练士兵 打算让魏国的军队改头换面 吴启练兵最经典也最著名的新法就是呢 共体时间 他当上将军之后啊 与最低阶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 吃同样的口粮 徒步行军不起马 自己的装备自己背 完美融入了整个军队之中 和大家同甘共苦 上面这些行为呢都还不是最厉害的 吴启接下来还有绝招 诶我知道有些人呢是听说书配晚餐 建议大家按个暂停把食物吞下去再继续听 因为吴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从现在的观点看呢 就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 当时的部队里啊有小兵呢 不幸感染恶性毒疮 化膿肿痛非常不舒服 吴启为了要替他彻底清洁伤口 竟然用嘴巴去吸水换布 把液体都吸出来后再敷上药物治疗 哇听到这里呢可能有人觉得感动哦 吴启似乎呢是把部队弟兄当家人看待啊 但是呢正名染病小兵的真实家人可就不这么想哦 实际作者司马迁留下一段让人深思的记载 小兵的母亲啊得知消息后放声大哭 邻居问他将军对你儿子这么好 亲自用嘴帮他吸水伤口 有什么好哭的呢老妈妈回答啊 唉你有所不知啊 吴启的嘴骗人的鬼 当年我老公啊也被他吸过伤口 后来为了报答长官恩德 打起仗来奋不顾身死在前线 今天吴将军又吸我儿子 日后我们母子还有机会相见吗 确实啊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看见 其实古人并非不知道吴启的行为有作秀的成分 但尽管如此 小兵呢仍然会愿意为他效命 原因呢大概就是在那个封建年代中 社会阶级观念还没有完全打破 有些人自视身份地位高 连作秀都懒 这种情况下呢 吴启就显得对士兵很有诚意了 顺带一提啊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名人 玉让啊金科 他们呢也都有被上层阶级人物盛行款待 进而决定是为知己者死 用生命报恩的案例 这种哦你对我好我就帮你卖命的风气 并不是个偶然 好啦 吴启啊用身体当筹码 赢得了魏国士兵的敬重 阿兵哥士气高昂啊打起仗来呢 自然就无往不利 我们之前在名将乐意影片中提到 魏国灭掉北方中山国的战争中呢 这批五起训练出来的军队功不可没 而魏文侯啊对他也就更加的信赖 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给他 进攻河西 河西之地是哪里呢 是魏国与韩国秦国的交界之处 用今天的视角看哦大约落在 山西陕西两省间 黄河南段以西的地区 这里的战略地位有十分重要 魏韩秦三个国家 只要有谁能站稳河西 就能够阻挡其他两国的进军路线 换句话说呢 是掌握进攻的主动权 要打要手都能自己决定 对于国家的战略弹性就很大了 而我们五起没有辜负魏文侯的期待 他只花了两年左右就把河西占领下来 并且受封为郡守坐镇前线 这时候呢 五起等于是有了一块领地加上居民 可以让他一展政略上的才华 他就更大胆的推动制度面的改革 俗称的魏武族计划 什么是魏武族呢 春秋时期的战争中 由贵族驾驶的战车 是常见的军事单位 而老百姓呢 虽然也有参与作战 但通常会以步兵形态 跟随在战车左右 确保车辆行进顺畅 还有呢 在战局明朗后 看似要剪剪尾刀 或者赶快落跑 大多数的平民都没有受到专业军事训练 五起想要推动的计划 就是让民众主动想要从军 套具我学弟金老师的说法 他觉得魏武族很像是战国时代 最早期的公民兵 可是啊 人民想到去打仗 就要抛弃家乡的未婚妻 还有农田收成 多半的兴趣缺缺 要怎么样增加他们从军意愿呢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五起开出超高福利 只要通过体能选拔的人 就可以获得房屋和田产 是怎样的体能选拔呢 士兵必须要有背着近战武器 远程弓箭加上三天的口粮 全副武装在半日内前进41公里的能力 将近一场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此外呢 五起也鼓励大家争取战功 只要你在战场上有好表现 回国庆功宴时呢 就能够坐在首席 像贵族一样使用酒器餐具 如果不幸战死 对于家中眷属啊 也都善加照顾 这个制度推出后呢 大大提升了军人的地位 尽管呢 征选门槛不低 但对于当时阶级流动困难的社会来说 无疑是翻转人生的好机会 立刻吸引了大批勇士投入军旅生活 那么实际成效如何呢 公元前389年 秦国出动了号称有50万人的大军 想要夺回河西 卫国士兵还没有等到长官发布召集令 就自己先把武器盔甲上游抛光 军粮准备好在联集合场集合完毕 主动请命迎战 在士气、装备、训练三者兼备的情况下 那场战争毫无悬念的赢下来 而这也是武器镇守河西的缩影 他在任内可说是寸土未施 完美达成国军交付的前线任务 然而这样秤职的边防大将 最后又是为什么没办法得到善终 落得克死异乡的下场呢 话说在大力提拔武器的魏文侯过世后 小老板魏武侯上位 某次他搭船巡视武器驻地时 忍不住感叹 我们边境现在有高山大河做屏障 这真是国家之福啊 武器听完就表示 大人千万不可自满 国家要安全靠的不是山川天险 而是施行德政 如果忽略修德行善 恐怕整条大河中的船只都会起来反抗您的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 武器对于儒家那套君王理论也是略懂略懂 事实上他在河西地区驻守期间 也有跟孔门弟子子下进修学问的记录 不过对于魏武侯来说 武器的谏言听起来就有点不顺耳 虽然表面上没有发作 但心底可能会想 你这个不守牡丧杀妻求将的人 有什么立场跟我讲道德啊 后来他在选择人才担任国相时 原本大家都很看好武器 但魏武侯却挑了出身齐国的贵族商吻 这件事情也让武器奋奋不平 进而导致旁人有了可乘之计 朝廷中有人对武侯敬残言 表示武器一心想要飞黄腾达 魏国国土小小庙容不下大佛 他总有一天会走的 在流言蜚语的攻势下 武器与国君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 他终于承受不了压力 选择离职另谋出路 相传他离开驻地西河时 忍不住留下英雄类 对左右亲信说 我离开后 这块土地恐怕不久就要被秦国攻下 魏国危险了 他带着复杂的感慨 离开魏国前往南方的楚国 而当时的楚王可说是 久仰无起大名 一见到本人 立刻封给他另引的官职 这是相当于国相的高位 某种程度也弥补了 武器在魏国没有完成的梦想 楚王这么做 其实也不算冲动 毕竟这时候的武器 已经有光辉的事迹佐证 他确实能够对阵下药 帮助一个国家变得强大 武器空降成为高官后 立刻分析楚国整体结构的优缺点 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国内的贵族势力阻扰国家进步 俗称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对于一个庞大而且有历史的国家来说 算是很常见的现象 正好和他先前待过的新兴国家卫国 成为有趣的对比 好啦 武器要怎么在这种环境下实施改革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太急于展现才能 所以痛下谋要 从他搬行的法令来看 虽然郑重问题核心 但也替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火 武器在楚国推动变法有几个重点 要求贵族与平民都一样必须遵守法律 如果你的贵族头衔是三代之前继承来的 必须取消封诀和赏赐 以及未来所有的官职都必须论功欣赏 禁止走后门和人情官书 想要改革想很久的楚王啊 当然力挺这个新部下的作为 楚国也确实获得飞跃性成长 往南攻打百岳扩张领土 往北与武器的老冬家为国交战 都获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 正所谓啊 党人才录者最该万死 在楚王过世之后 国内守旧派的贵族势力大团结 发动兵变想要取武器性命 武器眼看自己难逃一死啊 情急之下竟然跑到老国王的棺木旁 趴在他的尸体上 后面的追兵呢不明所以 仍然咻咻咻的放箭 把武器乱箭射死 但也有好多支箭射中了楚王 这是一招 戒尸杀人之计啊 因为依照当时国法规定 毁损国王尸体者必须连作法处分 后来呢太子继位 有七十多家贵族呢 都因此被判死刑 都中了武器最后的计谋 终于啊又到了结论时间 大家会认同武器这种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事风格吗 其实啊我认真想想 虽然我们讲他不择手段 可是武器呢似乎还是有给自己 设定一条不可触碰的界线 只是呢那条界线可能与当代的价值观 不是那么吻合 举例来说在他替每一个国家效力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虽然每个说他坏话的人都讲 你看你看啊武器为了当官 老婆都可以杀 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诶还真的有些事做不出来 那就是他必须维持自己当官的口碑 长官指派的任务绝对会完美达成 而且不会去做跟自己公司利益冲突的事情 诶那听起来呢阿瑞很欣赏武器 是不是也鼓励大家哦 只要把长官交代的事情做好 其他同事的眼光啊我们都不用管呢 歐蜜豆腐豆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相信观众朋友都听过一句职场名言 做人比做事重要 这句话呢我不完全认同 我想稍微改一下 做事能力很重要 但你不能完全不会做人 我遇过很多超级有才华 专业领域无可挑剔的朋友 他们觉得呢 长官应该要就事论事重用自己 可是却忽略了一点是 如果你几乎没有人何可言 在一间百人大公司中 真的有可能为了重用你一个人 然后让公司其他99个人都士气低落 全部想提离职吗 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状况 但如果公司有一半以上的人讨厌你 主管可能就扛不住那个压力了 无其用他宝贵的生命啊 印证了这一件事情 我们不妨学习他做事的快狠准高效率 但别忘了 偶尔当个别人喜欢的人 那也是展现你聪明智慧的另一种方式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英雄说书需要你的支持 让好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 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这对创作者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我们的内容创作 这里是英雄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